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这个系统动力学的最复杂的一个模型 那是在这本课本里面的第153页 那是一个水库集水区 那崩塌这里的一个动力模型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当下水库的预杀量 等于这个河道的疏杀量减到这个排水量的几分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相见累积起来 当这个河道的疏杀量一直跑进来 那我们如果不把它排掉那就一直会累积 那initual值出的总给它是1000 然后我们疏杀量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跟这个河道的泥杀量 然后乘以它的比例 这是千余率 然后这边我们给它一个数值 可以去调整 那这个河道的疏杀量 它又从这个泼面的泥杀量 这边有减到这个河道的疏杀量 它也是一个关系 是泼面的泥杀量 乘以这个泼面泥杀的迁移率 那泼度一直会跑下来 然后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个泼面的泥杀量 等于这个泼面泥杀的这个产量 然后减到泼面这个 泼面的这个疏杀量 因为我们让它去减掉 然后这个 这边就会看到 那泼面泥杀的产量 泼面的主要来自土壤充实量跟崩塌量 因为随时都有这个充实 然后这个治理的策略 我们就看一下 治理这个差距 分差的处理 我们这边都把 这是处理人为在控制的 分差的处理 我们先预设为0 正乎100去做调整 那我们这个差距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当下水库浴杀量 减掉这个 当下这个水库的浴杀量 可预设量减掉这个预设量 OK 那我们这边就要定一个 它的可预设量是多少 我们也一样 那做一个这个的这个调整 那我们这边可以 比如说给一个0到100 然后step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存起来 那现在来跑看看 因为它比较复杂 那我们排杀量 我们把它排多一点 那我们这边 预设量比较高一点 那开始这个 跑进来就很恐怖了 这预设量跑进来 那你这边你可以去调 OK 那这边你可以去排杀 排多一点 可以去看 那可 可以容忍的这个 你都可以去调 那这边分差率的处理 看一下 这边都会有互相影响 可以从这边去调 看一下 这个有这个影响 那充实量 我们看一下 那也就是用这几个来调整 那可以马上看到这个 水库的这个浴沙量 目前是多少 那这个模型 我们公式 我自己做的不一定很准 那需要调整就是 那这个范例呢 我们就做到这里截止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再见 这是您的 您们在家的 那个 你说 是 您的 您的 您 您